為鞏固並提升香港國際航運中心的地位 施政報告提出政府會多管齊下發展航運業務 政府會改革現時的香港海運港口局 成為香港海運港口發展局 作為高層次諮詢架構 協助政府制定政策和長遠發展策略 我們將委任非官方人士出任主席 成員主要來自航運業界 並且有穩定的專責研究和推廣團隊 政府會大力發展高增值海運和專業業務 加強香港航運優勢 相關措施包括優化稅務優惠制度 推動海運保險業務落戶香港 強化人財埔育等 政府在年底前會公布綠色船用燃料加注行動綱領 加快綠色航運中心建設 而明年也會完成舊建具貨物追蹤 實時運輸資訊和港口數據分析等功能的 港口智慧系統 李家超又說 政府會研究稅務優惠和配套 吸引海內外企業落戶香港 構建大宗商品交易生態勸 船東和大宗商品交易商是航線和海運服務的主要使用者 吸引他們集聚香港運作 可以帶動海運服務 並推動期貨對沖等金融和專業服務 有利鞏固提升香港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 有國際大宗商品交易所表示計劃在香港設立應可倉庫 在香港儲存交割大宗商品 包括有色金屬產品 我們會把握機遇推動建立設施和配套 另外政府正推進落實現代物流發展行動綱領 推出四幅物流用地 並繼續加強與越西地區和鄰近地區間物流合作